我恨死他 我太恨他 因为他让我会变胖 因为他在台湾风景 所以我不回家 他用这种反凤的 反思的方式来讲的时候 他有张力 所以我们在写文章 我们说要从负面方式 逆向方式来呈现 所谓正反的 就是你故意 反话说更有效 像这种的标题 就是说你怎样他讨厌台湾的三大里 你想想看 很多文章都说台湾多少多少 看你们都会怎么看 可是看他越来越说 哦 讨厌台湾的三大里 你想看看既然有人在骂台湾 他其实很爱台湾 所以我们做的 这个新闻 他擅长懂得抓住 网友的那些 其实我们类似的靠谈不是这样的 你不要永远都是正面进去起陈述 你有时候用另外一个反方向的方向来陈述 那这是打不到的主题 结果不是一样的 这点是我们常常在写文章 有时候常常讲说 我带你切符比较好 这点 很多人都起承转了 从流水障 我今天早上起床刷牙 吃完早餐就去上班 上班之后就打瞌睡中午就吃饭 这种的流水障的话 就是让你觉得也会打瞌睡的 所以通常我们新闻的重点是什么 最重要的东西 一定要在开始都讲究 那本来树林有曉得 要以他一个新闻稿为例 丢一个新闻稿 这一票我拿来这里呈现 但是 例如说 刚刚讲的好人帮 你们要去参观的好人帮 好人帮 那时候他 他最近去卖钱 他在帮我们自己 大分 最近一次是 那个 那个 免费提供 最后去申远 申远胡茂 申远胡茂 他处理那边搞不就还不错 所以那边搞得出去 今天免费很高 他那时候 申远那个学生 他问他离那个 刚好 你学运附近不远 很多人都没有洗澡的地方 他总共来盥洗 休息的地方 这个新闻就 免费非常高 因为原来有 那么好卡片 那么善良的老板地方 这是一个 他看来是一个非常光明的新闻 可是他不会让你提醒 他觉得这是一个 有在参与帮忙的一件事情 但另外他写了一个 就是有一个雕像 他设在一个地方 你看到吗 这第四条 其实 其实老师你客气了 他那一条发新闻是 老师把我皮肤失去的同主过 所以我那一条是说 那个好人会管 那一条新闻本来我也是评估直序 就是说好人会管 然后公民运动不缺席 然后呢 福茂他就是会提供免费的住宿 还有冠旗这样子 然后我一开始就说 什么叫好人会管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 你可以看我的 我的那个公民连线 跟老师发新闻的那一本 老师就是把它重组过 最重要的是 他提供什么样 这个是原来的 我们先看一个 没有这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雕像 雕像等一下我可以讲后续 有的人真的是弄错了 对就是说 公民报导 除了你重要的先写 有一个地方很重要 是要去查证 那查证的部分 你就是 人家原来提供给你的资料 你要有逻辑去消化 因为你可能做久 像宝宝姐可能就会有这个问题 就是有人会email到你 就是已经你报导过 然后就会变朋友 然后他有什么活动 他就会email 新闻 他那个不像新闻稿的东西给你 然后他又讲的不清楚 然后你看的不明白 然后写完之后 还好有一个人叫总之座 他看到了 很有问题 对 那这个其实是我丢眼的那个例子 所以我是大应灭心 拿出来给大家娱乐一下 可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有一个报纸就 就有一家 因为后来 他比较错误的 对 因为这个后来就是 那个老师发新闻之后 我隔天 其实我会有习惯 就是我的公民报导 现在就是庄老师 还有彭老师会改 改了之后 我自己会去看 他改的过程是怎样 然后呢 发新闻之后 我就会去follow 还有亚呼啦 还有联合啦 那个番薯腾 各大的那个报信 他有没有采用 那没有采用 我不要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他没有采用 那这一条隔天的话 有好几家有采用 对 那但是后来 因为4月4号当天 他们本身有记者去采访 但是有的他没有去了解 那所以说有一个联合报信 他就弄错了 他更厉害 他掰故事 他说是从台北移到华山 对 对 有一个他就写错 所以 刚刚说你讲这个是新闻 有时候他会 记者的时候也是不要偷懒 因为尤其地方记者 也不能说偷懒 因为记者人很少 所以 这在云林里发生的新闻 云林里的记者要处理 可是他可能就 如果我们 因为他根据的是 我们写的稿材 根据 他如果写的语言不详 他误解 他以为是 因为是第一尊 是原始的 但是他觉得是原版的 这个雕像 所以他觉得 这已经是从台北移到云林里去 他把想成这样 事实上古时 他是用圆某来帮助 一准 同样的一准 设在 这个云林不坎的地方 那 这个事实的误解 所以现在的问题 苏林讲到这个就是说 我们对这个新闻事件 如果反正都不大理解 我们写出来都会错误 那这跟提供消息来源有关 所以提供消息来源 他也没有讲得很清楚 他觉得我们才知道 因为对他讲的 这是他们行业 行内就是尝试 他觉得大家都知道 可是他的行内的 专业尝试 可能跟我们一般人认知是不同 那我们就会误理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这个计程就会误解 明明我们就改了以后 他还误解成是这样子 那这是说 对于我们消息来源 必须要去多确认一下 但是呢 我的所有新闻起座 我们是要跟各位讲的 就是说 苏林一开始展会讲的是说 我们天生是怎样的验人 这雕塑管这个人是怎样啊 多伟大人 然后其他最后面才说 有这一个雕像要放到 运营不可 这刚好是秩序研导 我们新闻一定是重点在哪里 就是他的事件本身 就是要在第一段段所现出 你不要像我刚刚讲的 哦 古天生这个是很伟大的教授家 所以他怎样啊 他才要告诉你 他做了什么事情 那我这个比喻 又有一个比喻来跟各位讲 又说我现在要去一个地方 我要坐火车去一个地方 他说我现在经过喉筒了 我现在经过那个双溪了 我现在经过那个供业 我现在就一直在一站一站 然后 你一直在跟我跟我报告说 我在经过好几站 可是 你都没有跟我讲 大家最后来再吓死 我们就狗狗狗狗 我就说你到底要跟我说 我要去坐到哪一站 我们是不是应该跟你讲说 我要去台东 所以我就坐火车 我会经过到台东 可是在到台东的时候 我会经过很多地方 人家就知道你的目标 不然你说 我经过大溪了 经过那边有一个大喜 经过供业也好 到了什么时候 偷尘 我还是不知道你要到哪里 对于想了解这资讯来讲 不知道你的目的地 我们的新闻的重点就是目的地 要先讲 然后再叙述的过程 不要说只讲过什么 讲到最后答案 原来是到这里 这很重要 而且你要知道 很多读者是没有那么多时间 他等于看 家里写一万字怎么办 一万字才可以看到结论 其实 纵文 纵写法也有 纵写法也有 但是属于写专案 写评论 可以这样做 我觉得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些文章太有趣了 这是个评论 他这个概念是非常意思的 这个概念说 这个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 然后肯定就给 他现在文章是在骂的 他是骂一个奴才 可是你知道吗 他一开始 他不会讲哪个人是奴才 各位有空可以看一下 他的单字论点 是骂那个王笔中 这个很红的王笔中 他都是白老去抗医 对抗学生那一个 在他旁边那一族 大概是他概念说 他摘一段栗子的填布 我们都不知道 他举个例子 乾隆年间 奴才是尊称 为什么是尊称 因为有一个前李部士兰 被命到放在土地 皇帝为了查 他那个旧查办 然后 那个有人回报查如实去 这个有 这个有人 这个永德奉命去查办 查案都没 并没有这个事情 可是皇帝认为就是有 结果你竟然跟我说 没有 很生气 下令子 以后不准再称奴才 以后你不准再称奴才了 那称什么 称 称 称 报告皇帝好 一般都说 那不是很好啊 不要再叫奴才了 他说奴才比成 还可以尊贵 在清朝的奴才是尊贵 你是跟我很好 才可以叫奴才 你跟我不要疏远 你能叫成 成永德 怎么样的呢 不能叫奴才永德 所以不准他称奴才 奴才 他讲这个意思 他是包养奴才的用事之号 然后最后再骂那个人是奴才 他这个论述手法是非常高于的 你不能说我在骂你 因为我说你看 你那个大臣这个臣 还更高级 然后是奴才 你看 他一开始看 先不讲那个 他不讲那个 骂的带给你的事件 他只讲一个领悟 然后最后 就说 这个人就是奴才的奴才 你知道 这种评论可以这样行 评论为什么可以这样行 因为他是有设布局的 他这些论述 先让你了解这个事情 几个点 布局完之后 就好像一个陷阱一样 然后就抓到这个人 告诉你 他就这样 然后他会让你 觉得他骂你 但是你又很难去 去反驳 我去告他 因为我说你那个 还更高级啊 对 而且我是有顶部的 他根据 他不是自己创造的 所以重点是骂你的手法 那我说 评论可以这样说 但是这也是很高密的技巧 可是我们班写新闻不可能 我们班写新闻定交平复制 最重要的那个重点 就是要呈现 然后越不重要的越放在后面 那当然有一些 我们新闻有一个做法 我们是觉得不一定要适用在公民机场 为什么 因为我们通常 我们新闻专业通常有一个票捕 我们不要帮人家宣传 我们不可以报道 但不能宣传 不能宣传 不能宣传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个好人帮 好人帮他做很多好事情 他卖菜啊 那他的画货帐号 捐款帐号 或他的住址在那里 请大家隆约帮忙 通常记者不许会论 记者通常知道你没有 你注意看电视 很多次他也会告诉你是哪一家 这个好事 他也不会理 为什么 他说这是新闻 我们不是帮你宣传 那你不懂 你就打电话去问他 再给私下一个名讲 哦原来是在那里 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 新闻专业做法 所以奇怪是说 因为我们就觉得自为清高 反正上也不一定有清高 可是总是要表示 我们很专业 不是帮他宣传 所以就把这种资讯掠掉 或者放在很后面 可是我讲的 我觉得公民新闻 更不受理许 我觉得是可以 把它重点写在前面 而且一定能行 就是说 因为你这是做公益 你除了意思做广告啊 你做广告 怎么样 做广告如果你把这种的 什么画波东西 放在最前面也没有用 因为人家就知道你是广告 那你觉得你是商业也行 人家反正不会那么喜欢 可是你就不能做公益啊 为什么可以 当然可以 你是帮助人家 你就把你的画波商号地址 以后尽量把他喜欢 清楚 你要愿意捐 必须捐钱都可以 这部分我觉得公民记者可以 泡一下 我们 这点我觉得跟一般 传统的性 写作不一样 这点也是提醒大家 好 那 今天跟各位讲这些 我自己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我上次 呃 报导一个人 他他本来是 呃 弄婚时的 结果他说他要弄成全素 那我就想把他的电话放上去 地址放上去 这样是可以吗 这个要问他 他他倒是希望你把它放 我觉得公民记者这部分 比较没有问题 第一个 当然 这是我们公民记者 真的是蛮评价心的 因为你不是以记者为例 例如说 举例好 假设这是我自己开的餐厅 然后我故意写什么是 别人报导我 这就是有点 假暴之行 可是这个只能玩一次两次 为什么 因为人家 除非你是牛命名的话 你家不会相信 后来你几次之后 人家就会看不过 知道这个如何 因为你每次都写这个 这一家 你用一个第三者来写自己 这家餐厅多好吃 久了以后一定会看出来 因为你都没有做别的报导 你并没有报导别的事情 你就只报导整个事情 所以也会被看出来 但我觉得可以是因为 但并不是你太大 但是一个朋友 我觉得他很棒 都帮他写这个东西 而且我刚才讲说 他是关键 他同意不同 如果他同意 那可以 因为有些人是不愿意这样子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给人家洗衣以后 做完就知道 电话打来不堪其 所以我觉得当事人的同意 最重要一点 第二个 他同意之后 就突然没有违反什么 专业问题